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社会医学统计 绝大多数婚姻问题 离婚 不孕 经济等各类纠纷 性障碍 不和睦等问题根源 都在不正当的性关系 有篇关于AV女的下场的报道 发现她们要么死于非命 要么疯疯癫癫 要么晚景凄凉穷困潦倒 想知道原因和真相在哪里吗 先了解点娱乐圈的真内幕吧 1.张国荣曾在泰国 与一青年发生恋情 返港后其精神抑郁失常 没多久离奇自杀 2.香港明星蓝结英 曾在尼泊尔被喇嘛下降头 后来跟他拍过拖的两位男友 都离奇相继自杀了 他也疯了 3.三毛也是和男朋友 去泰国玩后 回台湾就离奇死亡 4.陈宝莲 三级片演员 去过趟泰国偏僻的小岛 像是着有名的巫师洋鬼仔 回来后不久就跳楼了 5.梅艳芳的母亲 在梅艳芳去世后第一百天 开了新闻发布会 说梅艳芳就是背下了降头 这些只是巧合吗 绝对不是 你可知蓝结英的男友 都是阴性关系 沾到蓝的邪气而跳楼吗 真相在哪 请接着往下看 岛与一 性关系会使两人心灵相通 灵魂契合 会使两人所有都合一 变成一个人 他的一切会变成你的 性关系会让两个心灵波段频率一致 互相接受心灵信号 再把信息还原到生活当中 就像手机间互传信息一样 仔细想想其中的奥秘把 放纵情欲 就是大开灵魂之门 什么危险都可能发生 我们一起来了解下心灵的奥秘把 科学实验证明 美国的研究人员 曾做过一个实验 在两个完全相同的房间里面 一个播放恐怖片 另一间放喜剧片 几天之后 他们找了一组人来 让他们用心灵 感受房间里的气氛 来判断哪间 是播放喜剧片 哪间 是恐怖片 结果90%的人 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科学家们 还做过大量类似的实验 得出一个结论 曾经发生的事 和停留过的东西 会以某种形式存留在原处 这其实已经用科学的方法 证明了人的思想 性格 曾做过的事 怨气 煤气等等 会以灵气的形式 存留在另一个人心灵里 只有用心灵 才能感受或接收 就像用特定应用软件 才能读取内存卡上的信息 在条件适当时 可还原在另一人身上 而据美国统计 双方婚前首针的人 婚姻都非常恩爱幸福 离婚率则微乎其微 而不真结者的结果恰恰相反 岛屿二 不道德的性关系 婚前及婚外 从各方面危害人的身 心 灵 严重的破坏 甚至摧毁你生命中 所有的一切 绝不是危言耸听 因为里面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秘密 本文将从健康 婚姻 爱情 性格 钱财 霉运 报应等各方面 讲给你听 看完后你可能会被吓到 强烈建议你全部看完并转发 为了你和朋友的终生幸福 下面来讲述 不正当性关系 对人各方面的影响 二 咒诅与霉运 有个女孩子曾被人强暴 后来她嫁给一个 非常温柔善良的男人 可是没过多久 这个男人性情突然变得暴躁 并开始去强暴别的女孩 并且不是一次 原因在于强暴 她的男人里面强暴的邪灵 进入了她的心灵 再通过性关系 进入她丈夫的灵里 影响干扰她的心灵 让她的思想脾气性格 都向那个心灵对齐 并重复她曾经的经历 这叫做灵的转移 及灵的循环 复制 心灵的奥秘 心灵对心灵的影响 就像激战对手机的影响一样 微波信号无处不在 你用肉眼看不到 也感受不到 只有波段 频率正确才可以收到 再通过手机还原 信号玻璃的声音 试下 人的心灵里面包含了 她所有的诅咒 性格 思想 模式 霉运等等信息 其实就是灵魂的DNA 就像存储灵魂信息的内存卡 而心灵的微波 可称之灵波或灵气 其实就是霉运 邪气 福气 元气 晦气 等等 罪孽像病毒 当令一个人的灵与你的心灵频率 一致能够互通的话 就算他在天涯海角 也能把他灵魂内存的信息通过 灵波信号传播 复制给你 再通过你这个人 还原他生硬图片视频 就是循环他的 诅咒霉运性格思想 及作为等等 这就是所谓的灵的转移 即灵的循环 科学的解释如何发生 回到之前那案例 强暴这件事 以灵的形式存在他的心灵里 世人称之邪气晦气 或霉运之类 他与丈夫心灵气合时 灵气进入 复制 条件适当时即还原 读取 事情就发生了 性关系还会产生灵魂的连结 心灵会有个无形的束缚 心理学称为灵魂的束缚 以致你的生活和一切 都受别人支配和影响 如果你本来很有福气 通过性可能会让 晦气进入心灵 你的命运就变了 千万不要打开你灵魂的大门 除非它是你已婚的另一半 性关系会让两个灵魂 契合成为一灵 波段频率一致 互相接受信号 再把信号还原到生活当中 仔细想想其中的奥秘把 放纵情欲 就是大开灵魂之门 什么危险都可能发生 解开明星离奇陨落之谜 蓝结英 据蓝结英好友杨曼丽富庶 十几年前 蓝结英曾跟香港正姓富商的小儿子拍拖 当时郑公子还在西贡 买了一套价值六百多万港币的海边豪宅给他 两人感情相当好 因为正是信佛教 有一次蓝结英就和郑公子 以及一个跟他俩都很熟的女性朋友 同去尼泊尔找一个喇嘛给他们灌顶 杨曼丽说 蓝结英曾说 记得当时那个女人就把那个喇嘛买通了 在给他灌顶的时候下了降头 他是这样跟我说的 说他从尼泊尔回来后 不知为什么性格就变了 整天跟男友吵架丢东西 还把家给砸了 结果他们就分手收场 但后来那个女人竟然就跟郑公子好了起来 最后还结了婚 直到今天还在一起 蓝结英被尼泊尔的喇嘛下降头 这属于一种非咒诅 巫术 之后咒诅 就如影随形地控制着他 改变他的环境和遭遇 咒诅改变他的脾气 让他跟男朋友争吵 咒诅让他男朋友对他产生厌恶 跟他分手 因为咒诅是从灵界操控他的心思意念想法 脾气判断 因为灵界决定物质界 影响意识层面 用通俗的说法 降头令他邪灵缠身 邪气很重 而性关系会将两人的心灵 融合成一灵 邪灵就借他的灵 心灵 进入他男友灵里 其实邪气本身是邪灵 或叫乌鬼 他男友因而被邪灵搅扰 被迷惑思想 操控意识 进而产生忧郁 最后想不开就自杀了 简单通俗地说 背下了降头 或受了咒诅的人 谁跟他 他发生性关系 也会受咒诅 会倒霉 会有厄运 张国荣 这是媒体的报道 哥哥曾不止一次向朋友透露自己 在泰国背下降头 据传 他在拍完电影异度空间后 曾赴泰国旅游 并且认识一名泰国青年 这段异国恋景昙花一现 但二人分手后 他开始失眠 魂不守舍 他开始怀疑自己 背下了降头 唐先生不相信 所谓降头之说 认为他只是得了严重的忧郁症 但哥哥便访明医 仍旧为严重失眠所苦 终于走上自杀意图 哥哥自己也疑惑 我又有钱 又靓仔 朋友多 什么都好 为什么会得抑郁症 其实问题的根源 在于因不当性关系 沾到他人的邪气 精神层面就被邪灵所操控 最终导致失常 灭淫二 三 婚姻与情感 情绪 为什么情侣与夫妻 常矛盾重重 互相猜疑 即使他们真心相爱 彼此都想努力经营爱情 却总是摩擦不断 莫名其妙地忧愁烦躁 彼此不信任 最终无法避免感情破裂 就是因为 他以前男人的灵 在他身上 排斥现在的男人 以前的女人的灵 也会排斥现在的女人 导致隔阂加剧 情感问题层出不穷 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社会离婚率高的根本原因 中国登记的离婚率 已近40% 如果加上名存实亡 婚姻不幸福 因某些原因忍受婚姻的 这个比例 70%可能不为过吧 奇怪的排斥 西方社科界专家 经过大量研究证实 一旦心灵连通气和 不会因分手而分开 之后他 他心灵有什么问题 仍然都会进入你里面 一个女人身上 以前跟他发生关系的 男人的灵会 留在女人灵里 并且会干扰排斥 其他的男人 就如磁铁同性相知一样 美国有部心理学的 书《深度创伤深度医治》中说到 以前的性关系 会影响 即破坏现在的爱情和婚姻 赢乱会的神经病 据医院及精神病院的 数据有力的证明 妓女及滥交者为精神病高发群体 许多小姐 及淫妇最终神经出问题 因为许多从男人身上 来的灵或邪气 停留在他们身上 操控 干扰他们的钱 表意识 娱乐圈许多明星 跳楼或疯癫及源于此 疾或没变风婆颠老 也会灵气枯干 思绪混乱 心力涣散 人格分裂 潜意识 心灵的意识 如直觉 灵感 感动 表意识 头脑层面 如思想 意志 判断 人是由三部分组成 心 灵 魂 表意识 身体 潜意识由灵决定 并能直接影响表意识 甚至身体健康 因如果别人的灵进入你的灵 后果会 想想吧 可想而知 不要把灵魂的钥匙交给别人 除非它是你已婚的另一半 性关系会让两个人的灵魂融合 连结成为一个灵 它心灵里面一切的东西 包括性格脾气爱好思想直接进入 另外一个人的心理 并成为它的一部分 你会想它所想 爱它所爱 会包容它 因它的灵魂 已经融入你的灵魂了 你怎么能断得开放的下呢 人世间许多错爱 苦恋 孽缘皆缘于此 越鬼长进果错在先 以致心灵弃合为一 再导致二人和疑难 已断开 就是那个人做过的事 会在你身上是重复发生 就像自然界的大气循环 水气循环一样 人的灵魂也存在循环 例如有个女的他家族 有离婚的诅咒 他家每个人都离婚了 和他离婚的老公 后来结过几次婚都离了 甚至和他老公离婚的女人 都在重复这个循环 因为性关系 会让两个人灵魂融合成一体 共同承担生命中的一切 圣经上叫共父遗恶 所以圣经说性与不信不可 同父遗恶 如果跟你发生关系的 那个人有霉运 你会倒霉 圣经上说结交妓女 淫妇会倾家荡产 因为淫妇身上的晦气 会传到你身上 另外还会有一个 破财的诅咒 淫到你身上 作为报应 这原则也适用于女人 所有罪孽过犯 必受咒诅和惩罚 圣经云 上帝必照个人所行的 报应个人 就是人说的句句闲话 也要审判 其实所有的问题和烦恼 都来源于罪孽过错 所有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 也在于来认错悔改 圣经 狗和行淫的人 上帝必要惩罚 行淫的人 就失去了属灵的福气 咒诅必伴随左右 凡自私贪婪诡诈 不受教父听劝 屡教父改者 必受严惩和诅咒 恶心及变态的性行为 凡是违背良心道德的事 都会受到诅咒 灵界自由法律 定律惩罚 罪孽会在灵界 大开破口让邪气来害你 梁琼月曾发现口脚会 招致邪气搅扰侵害 而倒霉不断 因为他亲自辅导过 很多这些案例 任何变态的性行为 会让邪灵可以进来 恶破坏你的家庭 健康 情感等等 并招来诅咒 让人痛不欲 生苦不堪言 夫妻间太过纵欲 也是不对的 对任何好东西 要太多是贪婪自私的表现 凡贪婪者必有百倍惩罚 首银及同性恋 离国俊一发现 首银者会受咒诅言成 2000年 主代他到地狱中时 看到因首银 而坠入地狱的男子 场面极其可怖 首银也是一种淫乱 孙海英夫妇说得对 同性恋是罪孽 是变态 会受诅咒 可惜的是 那些淫乱变态 邪恶诡诈 去不悔改的人 将会永远地沉沦在地狱 并永远受刑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